发现全球美好生活 大家好,我是夏小可 现在我在泰国的曼谷 CW Tower给大家带来新一期的节目 这一期是许多咖啡狂人 还有热爱喝咖啡的小宝宝们不可错过的一期 这期会带大家去品尝不一样的泰国咖啡 所以小伙伴们记得关注我们的杨桃直播间 关注去逛全世界 我在泰国曼谷与你不见不散 去逛全世界 看新全球美好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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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iew the summer sowe at the rear moet j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你们的主播夏小可 现在呢我在泰国的曼谷给大家带来新一期的节目 那假期结束了宝宝们有没有精神饱满的恢复到工作状态中呢 这个假期没有长胖的宝宝你们都是最棒的 那这一期啊会来给大家说一说泰国的咖啡文化 不要质疑对就是泰国的咖啡文化 那说到泰国的咖啡文化呀 就要不得不提泰国的本土咖啡品牌MESO了 那进来的小伙伴们就千万不要走开了 除了要给大家说一说泰国的咖啡文化之外呢 今天还会有你们非常期待的福利送出 在今天的资讯部分就会有一波福利哦 大家不要离开 那说到泰国的本土咖啡MESO啊 今天我非常荣幸给大家请来了泰国咖啡MESO的创始人 周国光先生那我们以后请他吧 Sawadee ka Sawadee ka Sawadee ka OK 这就是我们定天MESO咖啡的创始人 那周先生给我们的小伙伴们打开招呼吧 Sawadee ka 嗯 小伙伴们不要急啊 其实我们的周先生呢 其实他是泰国的第三代华侨 所以他也会说中文 他能够用非常流略的中文跟我和小伙伴们沟通 那今天呢 就让我们的周先生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跟咖啡的故事吧 好的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 那大家好 那大家就我们就现在就来听一听 周先生跟他的咖啡有什么故事吧 那周先生您从一开始就在做咖啡这个事业吗 没有没有 我自己以前在美国住了十几年 毕业了之后就是 我背景是当一个软件的工程师 软件工程 完全不搭边啊 完全不一样 从来没想过要开一个咖啡店 那怎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让你觉得我一想要做这个事情 以前在美国生活习惯嘛喝很多咖啡 所以回来泰国之后十几年前 就是到处去找朋友说哪一家咖啡厅好喝 都去试过了 我自己觉得口味不太习惯 不太习惯 就是说我们在美国已经习惯一种口味了 在那边买一些生豆 自己试验一下烘焙咖啡 然后寄给一些美国啊 澳大利亚新加坡 香港一些朋友常常看 就是从这一点开始 那其实在泰国它其实也有产非常好的咖啡 当然是前三前五名全世界 出产量最多的 所以不知道的宝宝啊 就是泰国的咖啡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也是很不错的 那就想问您一下 就是您在整个创业的过程中啊 特别是在国内的宝宝 可能现在也正在面对一些创业难题 那您在创业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什么小故事 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宝宝 其实我自己从起步吧 就是完全没有想象到 今天会开这么多家的店 因为我以前的 做的在公司上班 跟现在做的完全不一样 但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你把这些样品 寄给朋友之后 每个人都说他们都鼓励我 为什么不开店 为什么不开店 我说我怎么开店呢 我一点做生意的知识都没有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如果我能办得到 谁都可以做得到 就是你看如此大的行业跨界 就是真的你热爱这个东西 你坚持然后有这种信念 你是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做成 这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好那那个周先生 我也想问一下 既然您做了就是泰国自己的本土咖啡品牌 然后用的咖啡豆呢 也是产自泰国的北部 对 那您所真就是说 比如说像现在 我们看到这家咖啡店 就Mazzo的咖啡店铺 的这个整个氛围啊 是否是您当初想要的那种 咖啡店铺的一个顺位 当然我刚开始十几年前的时候 我想要的一个咖啡厅 其实不是一个咖啡厅啦 是一个聚会的地方 聚会 对你不喝咖啡 你来点一杯巧克力 一杯柠檬茶 就什么都有 一块蛋糕也可以 所以我们设计方面呢 就是一看起来就比较 比较中和 比较中性一点的装修 就是大家 学生也可以过来 然后双班族也可以过来 然后朋友之间的聚会 也是可以过来 有很多的座位 嗯 那其实呢 我一开始在这边 附近读书的时候 也会经常跟我的导师 来这家咖啡店 你也来过啊 对 就是写论文 比较痛苦的期间 好的 那像您说了那么多 就您会有周边产品 还有咖啡的产品 那您主要是有一些 什么样的咖啡 推荐给我们的报告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 有这些国际 缓式的咖啡 无论是espresso cappuccino 嗯 还有就是americano 嗯 还有就是 拉提 对 拉提 macchiato 这些全部都有 但是除了这些国际的 口味咖啡之外 我们有一些 泰式的饮料 泰式饮料 比如说泰式的奶茶 泰式的咖啡 这个全世界都很受欢迎 泰式奶茶 也许是国内的消费者 很喜欢 对对对对 我自己就很喜欢泰式奶茶 那就比如说我自己去 连锁店 那这也就让您的这个 这个meso品牌啊 就在泰国 呃也是特别受欢迎的 一个原因 对啊 与众不同 对 除了这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 呃 自己在中央厨房 生产的一些糕点 糕点 还有三明治 对 这个我们从一开始 开第一家店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设立了 这个中央厨房 嗯 很多品牌 他们是没有这么做的 因为你刚开始量不多 但是为了控制质量 口味 嗯 服务方面 所以我们刚开始就投资了很多钱 就控制了一个品质 就哪怕从第一家店开始就已经考虑了非常周全了 对啊 反正如果不想开就不开 你一开就要做好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是 就周先生就是言传身教啊 就是行走的 对吧 成功成功 那除了就是说今天 哎 刚才听周先生说 就是从您开第一家店到现在大概是用了 大概了十年 今年是第十一年 第十一年 那有 有百个店了 一百个店 整个泰国有一百多家店 全部都是紫营店 使用了十一年 都是紫营店 哇 就是十一年 然后短短十一年做了一百多家紫营店 这是很厉害 前几年 非常的困难 就是我真的 我不能感同身受 但是从现在周先生的一个精气神的状态 大概可以想象出他对这个事业 对咖啡的一个热爱 那今天呢 就谢谢周先生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接下来呢 会带大家去跟随周先生的一个步伐 去看看Mazzo咖啡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那当然了 小伙伴们 我没有忘记 今天呢 那我们还会有我们的第一波福利送出 那大家就记得刷起来 我们今天介绍的品牌 Mazzo咖啡 记得哦 也要刷屏刷起来 然后给小伙伴们一点时间刷屏 然后就会截图 截图之后呢 就会给大家展示一下中奖的宝宝 那一组截屏 就是四位宝宝中奖 那奖品呢 就是周先生的Mazzo咖啡特别提供 特别俊费的 对对 专门给宝宝们准备的新产品 就一个是你们家特别著名的刮尔咖啡 刮尔咖啡 对 泰式咖啡 对 泰式咖啡 然后还有可以搭配刮尔咖啡的牛奶 对 然后还有泰式风味奶茶 奶茶 我的最爱 好宝宝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会有四位中奖者哦 你们快点刷屏 就刷我们今天的Mazzo品牌 看一下怎么拼 不要拼错哦 想要中假的宝宝 快点刷起来 快点刷起来 我在等你们 Mazzo Mazzo 刷起来 大家这里是去逛全世界 探险全球美好生活 我在杨桃直播间 我是主播夏小可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泰国本土的咖啡品牌 Mazzo 站在我身旁的呢 就是Mazzo的创始人周国光先生 对 他也是泰国的第三代华侨 所以呢 在泰国乃至世界各地啊 其实都有我们的华侨同胞 有成功创业 还有一直在努力的同胞 大家今天就赶快刷起来 我给你们一个倒数五声哦 倒数五声我就要截图了 准备好了吗 五 四 三 二 一 然后截图 好了 截图成功 宝宝们准备好了吗 等我退回来 稍等一下 来给你们横屏展示一下 抱歉 哎 等一下 可以了 中奖的宝宝呢 这是这组截屏里面的四位宝宝 可以看一下 啊 第一位呢 是兔司机不是司机零九 兔司机不是司机零九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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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位宝宝呢 非常的面熟啊 一看您就是我们的重视粉丝 啊 下一位呢 哦 也是一个熟悉的朋友 叫做 Yuki XYN Yuki XYN 恭喜你 恭喜你 好 第三位宝宝是我们的 吉克里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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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 好 现在呢 我们会再结一次屏 对 就是非常幸运啊 你们 现在赶快刷 赶快刷 你看像刚才的吉克里点点 他就刷的非常的快 对吧 然后就两次 但是呃 只能对吧 只能中一次 讲那抱歉了 那你之后还可以再参与 那现在宝宝呢 快点刷快点刷快点刷 这次呢 截屏的第一位 就会成为我们第一波福利的最后一位获奖者 好 我现在倒数了 5 4 3 2 1 好 吉克里点 找到吗 可以了 好了 好了 我们第四位中奖的宝宝 云淡风轻20130612 云淡风轻20130612 恭喜你哦 获得了我们mezzo咖啡特别提供的第一波大福利 恭喜你 好啦 那恭喜以上中奖的四位宝宝 非常恭喜你们 那接下来不要离开 我们还会有更多更多的福利给你们送出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周国光先生 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步伐再去看看 mezzo咖啡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 神秘之处 那跟着我们一起去吧 对 哈哈哈